红橘色彩染满大片天空 看了相当梦幻 卡怒台风接近台湾 二号傍晚的基隆也出现难得景象 民众纷纷拿起手机 记录台风前夕独有的美景 甚至还po上过脸书社群分享 同样在花莲也有类似美景 天空先用金黄色染成橘粉色 最后加深变成火红色 好像大火吞噬一样 就连上一个台风杜苏睿来临前夕 天空也是如此 那火烧云这个现象 那它比较容易行程在台风来临之前 或者是夏天发生雷雨之后 就是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太阳在日落的时候 它的角度距离地平线会比较小 专家分析火烧云的行程条件在于 云要够厚够扎实 水气也要较为丰沛 才会有机会出现 那它穿透地球的大气层 它所经过的路径会比较长 那这个时候 它的波长比较短的蓝光 就会比较容易被粒子吸收 然后散射出去 最后流下来 进到我们眼睛的 就会是比较波长比较长的红光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大气中的水气较多 因此肉眼看到的红色及黄色 也会较为明显 不过想要看见这个景象 必须要有高度够高的云 多半会伴随台风或滞留封面出现 下次台风前夕 民众不妨也看看天空 有没有火烧云 三立新闻旅院 林俊华去到云基隆花莲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